醫院外市府加設篩檢站 一大早就有許多民眾排隊等著篩檢 為在台中歌劇院的婚宴餐廳爆發群居案 三十一號一口氣新增九個賓客確診 台中國家歌劇院五樓的VVG餐廳內部畫面曝光 三月二十六號的婚宴才自住室 現場有吧台讓顧客自己取餐 婚宴確診者的座位也曝光 逐舞台前就是冷食餐櫃 其中確診者的座位有六桌都在冷食餐櫃附近 VVG吧區域確診者座位有兩桌 熱食餐區也有兩桌 賓客因為取餐前後走動容易形成交叉接觸 如果又沒有如實戴口罩恐怕就是防疫破口 如今還發生七個縣市的群居案 其中一例是台中本地人 新郎的表姐本身在新竹縣擔任護理師 也因為參加婚宴也確診 高雄一名爸爸當天去喝喜酒 之後也傳染給兩個小孩 另外基隆 台東還有離島金門 也都各有一例 其餘的都是在台北的賓客 另外新竹縣的護理師也承認 婚宴中因為拍照 一度把口罩給拿了下來 要不戴口罩的人一定要PCR 所以基本上進來的賓客 都是戴口罩的 只有用餐的時候 才會把口罩拿下來 餐廳規定用餐離桌就要戴口罩 指揮中心二十二號也有公告 全國餐飲離開座位就要戴口罩 否則開罰三千元到一萬五千元 但應客過程是不是能如實做到防疫 還要進一步調查 不過市府已經針對業者開罰 餐廳沒有落實實聯制登記 開罰的金額是相關法律最高 清財率一萬五千元 餐廳沒有落實實聯制的部分 市府實際開罰 台中婚宴成為防疫破口 這恐怕是新人最不願樂見的情況 金新聞陳怡君賴文中謝宏睿採訪報導